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吗?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 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在墨北沃南河上游地区 在今天看来,就是蒙古国的肯特省 肯特省有个很有名的肯特山,就是狼居须山 那是获居并封狼居须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上看,肯特山距离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很近 是传统的墨北草原地带,是蒙古国核心地带 成吉思汗出生时,蒙古正处在各部落混战的年代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一统蒙古各部 和源头建国,即大蒙古国 建国以后,成吉思汗开始南征北战,不断地扩大国土 后来成吉思汗子孙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 但那时成吉思汗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他并没有占据中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吉思汗不是中国人 另外蒙古帝国的版图并不是成吉思汗打下来的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获得了统一,并大举扩张 但他们的主要扩张方向是中亚和中国西北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灭掉了西夏,但没有灭掉金国 中成吉思汗一生,他都没有问鼎中原,成为中原汉人的主人 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汉人,契丹人和花辣子慕人都一样 都是被征服民族的一部分,并不存在清新汉族文化的事情 成吉思汗和后来的清朝皇帝不一样 清朝皇帝是清新汉族文化的 而成吉思汗却对此嗤之以鼻 蒙古人真正成为中国人,是从元朝开始的 元朝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北京 元氏祖呼必烈,第一次接受中国皇帝这个身份 之后元朝就是中国的继承者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历史上 元朝一直被奉为华夏王朝的正统 从忽必烈和他带领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开始 蒙古族中的一部分开始和中华民族慢慢融合 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在元朝不长的历史上,只有两位皇帝懂汉语 分别是元氏祖呼必烈粗通汉语 和元顺帝妥欢天木尔精通汉语 元顺帝是唯一一个真正汉化的元朝皇帝 可惜到他统治时期,元朝就灭亡了 至于忽必烈,虽然他对汉语不是很精通 但是他对华夏文明是认同的 从元朝的国号就可以看出来 元朝的元字取自一经大灾前缘的意思 以中国经典作为立国之本 象征着蒙古政权正式开始向华夏文化靠拢 所以从元朝以后 蒙古族就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后来元朝被推翻之后 黄金家族对蒙古高原的统治力严重削弱 蒙古族就出现了分裂 到明朝末年蒙古已分裂成墨北蒙古 墨西蒙古和墨南蒙古三大部分 这三个蒙古也是互相看不起 其中墨北蒙古的前身主要是扎刺翼而步 而墨西蒙古的前身是沃伊拉布 他们与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部并不是一个部族 只是后来都被蒙古部统一 变成了蒙古人 这里面只有墨南蒙古中的查哈尔布 是黄金家族的正统 是托雷的直系后裔 查哈尔布末代大汗林丹汗 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 他虽然挂着蒙古大汗的名号 可林丹汗连墨南蒙古都没有统一 在墨北和墨西更是没啥影响力了 清帝国崛起之后 在黄太极时期将墨南蒙古吞并 林丹汗病死于青海打草滩 林丹汗的儿子带着传国玉玺 向黄太极投降 蒙古帝国的国作就算是灭亡了 之后蒙古只剩下墨北和墨西两个蒙古 但是墨北蒙古根本不把墨西蒙古当成蒙古人 当墨西蒙古中的准戈尔布 入侵墨北蒙古时 墨北蒙古诸布直接就向清帝国投降了 当然后来的墨西蒙古 也在乾隆时期被清帝国给灭了 整个蒙古都被纳入了清帝国版图 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 在当上中国皇帝之后 将成吉思汗追封为元太祖 而且很多人觉得成吉思汗是英雄 认为把成吉思汗归为中国人 能增加民族的自豪感 所以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 把成吉思汗看作中国人 事实上元朝的缔造者并不是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也没有当过中国皇帝 但元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 元朝的统治者都是中国人 元朝统治区域里的华夏民族 在民族融合中吸取了大量蒙古族的血液 这些蒙古族及其子孙也是中国人 成吉思汗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成吉思汗却是元朝统治者祖先 所以大多数人顺理成章的 就把成吉思汗当成了中国人 明朝人修的原始 把成吉思汗尊为元朝的创始人 也是这个道理 到了民国时期 蒙古国从中国独立出去了 如今的蒙古族主要分布在蒙古国和内蒙古 所以关于成吉思汗国籍的争夺 是一笔很难算清楚的账 但无论怎样争夺成吉思汗的国籍 成吉思汗及其后世子孙都是蒙古族人 这一点不会变